人生回答 这是恐怖 非常恐怖 我们刚开始在那裡 事件 他开始洗掉 他没有停住 他只会满 车跑 车跑 从目击民众惊恐的表情 可以明显感受 群众感受到恐怖袭击的恐惧 这辆轿车冲撞了好几条马路之后 最后撞上路登柱才制止下来 甚至才冒出了白烟 警察都在车跑 邦安 然后车车就在 google 燃燒了 他跑掉了 跑掉了 人們變成民主 他們現在打敗了 招惠男子闖禍後 還嘗試想要逃走 不過馬上被當地警方逮住 甚至已經是依山不整的 被警方拖到街道的角落制服 後來證實 招惠男子是美國公民 曾經在海軍服役 有九隊駕駛被逮捕的前科 而目前當地警方 還在調查招惠原因 只不過紐約街頭被他這麼一撞 至少造成22人被撞傷 一名18歲的少女被撞死 紐約市中心議席變色 恐襲陰影再次籠罩 不過紐約市長白思豪 已經排除這事恐怖襲擊 並且向市民掛保證 紐約依舊是美國最安全的城市 謝謝神的神 根據我們現在 沒有意見 這件事是一件事 的恐怖 但任何人在關心 我的信息是 這件事是最安全的 大城市在美國 這件事有很多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